《中小企》 大家好 過去一年 應科院與業界的合作有很大的進展 除了繼續支援中小企 利用科技提升競爭力 我們亦與幾間大企業達成合作的協議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每一分鐘都產生非常大量對企業 或者其他決策者十分有用的數據 傳統的搜集和分析方法已經無法應付 必須利用更先進的資訊科技 同中獲得有價值的資料 在去年年底 我們與HP香港簽署協定 合作建立應科院HP資訊科技研究中心 在大數據分析和雲端運算兩個技術領域 互相配合共同研發 HP一直致力推動香港企業 應用資訊科技 我們對應科院很有信心 希望透過我們雙方合作的項目 可以研發出對市場競爭力的產品 研究中心已經開展了第一個業界合作項目 支援HP現有的大數據分析平台 開發解決方案 我們亦先與PCL通訊簽訂協議 就可持續無線技術和產品的應用和發展 成為長期策略合作夥伴 TCL非常高興與應科院建立長期和持續發展的策略合作關係 雙方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可以有效提升TCL通訊未來產品的藍圖 同時使TCL的技術更能融合到其他智能家鏈中 帶給消費者更便利的智能家居生活 為了給長者有舒適安全的家居生活 我們與香港房屋協會 以及香港理工大學為首 在幼麻地進發花園建立了一個模擬家居 裡面示範了20多種創新易用的先進醫療保健技術 我們深信這些創新科技的裝置協助下 可以幫助老人家居家安老 下一步我們會繼續積極支援創新科技處 利用資訊科技為改善長者的生活作出貢獻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已經有41項成熟的技術為嚴介應用 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幾個主要項目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與香港體育學院合作 進行自優互動功能服裝的研發 為運動員提供高性能而舒適的運動服 免料首先通過彈性、內磨性及防止外線等測試 確保布料性能得到正常發揮 接著通過三圍人體掃描 收集運動員的人體尺碼數據 最後利用出汗暖體假人進行測試評估 保證服裝具有良好的散熱吸濕排汗功能 穿上這件比賽服的感覺很輕、很貼身 很符合我們賽艇運動員的需要 我剛剛訓練完 就算我出完汗也不會覺得太悶 這三個物料是防止外線的 有時可能出到曬的情況下 都可以保護我們 另外香港紡織及繩衣研發中心 開發了一套多光譜成像顏色測量系統 為紡織製衣業提供嚴格的顏色管理 可以將布料上各種顏色數據化 也可以量度不同尺寸、不同質地的植物顏色 令顏色的資料可以準確客觀地傳遞 布料顏色評估對TL的業務是非常重要 使用ICM系統之後 我們可以將顏色數字化 令顏色管理和評估更準確、客觀和方便 大大減低了因為人為判斷錯誤所造成的損失 我很高興見到香港的科研機構 可以為我們的業界解決這個技術問題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 納米積極與工業界緊密合作 進行由市場主導的先進材料研發項目 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兩個納米的主要項目 高性能隔熱塗層 用在建築場體和屋頂 主要通過反射光波來減少熱能 從表面擴散到底部 借蓋絕大部分的輻射熱能 有效降低,溫度達16度 我們與金銘建築有限公司合作 在他們香港科技園三期 半山寶山道和聖寶路醫院的工地 進行了戶外測試 結果顯示使用隔熱塗層後 工地辦公室空調的用電量 可節約達25% 我們中橫港科把納米的全無機保溫隔熱塗料進行生產 已有多間內地及香港大型建築公司進行測試 等離子照明技術 是一種極具前瞻性的先進照明技術 能夠提供高亮度、低成本、光照範圍均勻 光譜最接近自然光的環保光源 適用在大範圍和需要高亮度的照明場所 NAMI協助加稅突破各種技術難題 包括開發先進的熱介面材料 解決散熱問題 研發內熱、防電池干擾的反光塗層 控制最終的發光方向和光線分布 提升銘合金、微糊氧化技術 已達到防腐蝕和導電的要求 大家好,我是黃廣陽 現在跟大家介紹幾個LSCM 在過去一年的主要項目 LSCM和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 合作開發了一套貨車抵達機場預報系統 可以預先通知機場空運貨站 有關貨車途中的位置 我們將有特別天線設計的RFID 即是無線射頻式別標籤 放起貨車的擋風玻璃上 系統會將貨車抵達的時間 送到機場各貨運站 讓他們有半小時的空間 去有效調配他們的泊車位 貨台、人手和裝設貨物的設施 我們預計貨車在空運站途流的時間 可以由現在的兩個小時縮短到一個小時以內 貨車抵達預報系統可以預先通知波運站 貨車會何時到 讓我們可以預先安排好客位和人手 加快儲貨的流程 因為傳統WiFi的覆蓋範圍有限 不利貨櫃車接收信息 LSCM和科技大學及本地公司合作 研發出WiFi Mesh多跳無線網絡 可以將接入點安裝在快速移動的起重機上 消除WiFi盲點 提升貨櫃碼頭的運作效率 有著WiFi Mesh多跳無線網絡 我們的同事現在可以在碼頭 可以利用一些無線中端機 收發到工作的一些訊息 令他們可以提升到工作的效率 為了減少地盤意外 LSCM和理工大學合作 開發了一項名叫主控式建築管理系統 PCMS 來加強建造業工地管理和偵測 提升工地安全 已經在多個政府工地進行測試及試用 有了PCMS 就能夠給工人或操作車輛駕駛員 一個立刻的警告 讓他們停下來 就可以救到很多人 汽車聯報檢研發中心 在過去一年 開展了多個和新能源汽車相關的項目 以下跟大家介紹一下其中三個項目 這部巴士具有四大特點 車身輕、續航能力強、智能化 以及用當地語言來設計 這部車身的材料 是用僅次於飛機級別的鋁合金 便採用輕量和高效率的直驅摩打 有效減低電耗 續航能力可以顯著提升 電動巴士將會在2015年首季進行路面測試 預計最快在同年的第三季推出市場 配合政府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政策 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 過去一年 中心的電動車充電站技術進一步提升 從20千瓦升級到50千瓦快速充電站 充電時間由45分鐘縮短到20分鐘 另外中心已經開展了新一階段 COMBO標準制設 超快速充電站及流動充電車研發項目 除了支援更多歐美汽車生產商的電動車 亦能夠提供點對點快速充電服務 有效解決護電充電站不足的問題 純電動車電池老化主要原因 是電動車在加速和殺制時 電池需要承受異常大的電流 APEX利用超級電容和鋰電池 開發一套混合能量的儲存系統 超級電容雖然能夠取代鋰電池 成為電動車的主要能量來源 但是超級電容能夠應付頻繁的大電流充電和放電 增加鋰電池的收命